娇小的小環井横走进沙滩孵蛋模样相当可爱 这里是基隆知名景点和平岛公园的沙滩 园区人员最近发现有小環井横在沙滩产下三颗鸟蛋 在疫情影响下和平岛公园游客输大检 却反而吸引许多大自然教科造访 而这已经是小環井横连续两年到和平岛公园的沙滩产孵蛋 这个是小環井横 它眼睛是金色的它很小只 那去年是因为我们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公园整个是停业的状况 所以他们来沙滩生蛋 那他们习惯生在沙滩是因为沙滩可以透水 然后又可以用地热来孵蛋 那鸟爸爸鸟妈妈他们就会去海边把肚子沾湿 如果太烫的话他们就会回来帮鸟蛋降温 那小環井横它的产季大概是21天 大概3到4周小鸟就会孵出来 那今年在梅雨季节还有疫情这个期间 在5月26号也发现了三颗蛋 比较自然的方式把它围起来 让它可以顺利生产 看到沙滩上有三颗鸟蛋 游客也觉得相当新奇直呼第一次看到 好特别喔 鸟蛋喔 那是鸟蛋喔 对啊 它是海鸟 海鸟 海鸟的鸟蛋 很特别啊 怎么说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 为了保护鸟蛋及鸟爸爸鸟妈妈 园区方面特别以漂流木为粗一块护鸟蛋区 也呼吁游客不要靠近打扰 旁边也有游客他一样愿意 比较好的保护效果 也是一个很棒的生态教育场域 呼吁民众一起加入 保护自然生态的行列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